请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今年中国的国庆十一 您国务的理解掌握 还会不会有这个 我们的现役不可能 还有没有退役的将领会过去 这个 有没有这掌握 有没有这个联系 我们目前所掌握 应该不会有很多人去 很多是多多 很少是多少 这个因为退伍的将领 不是我们广部主管 那么我们 那你们掌握了多少 掌握相关单位来讲 是并不多 五个十个 这个详细数字不知道 不会很多 不会很多 但是我觉得其实 从如马总统所说的 这是去一回事 去那边所讲的话一回事 所以希望你们密切关注 毕竟以前的老同事老长官 是吧 所以这部分也希望你们 你们能够帮忙 这个 这是为了国家 不是说这是退附会的事 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 我们提到的 过去 这个美国外交周刊 这个提到说台湾 这个世界各国的国会 说台湾的这个国会 很乱 这个立法效能不长 大家都讲 这不是怎样 但是美国的国防新闻 有揭露了 亚洲的空军 只有台湾是停滞的 其他各国 不管是硬体 软体上都是大幅度的增进 对于这样的评论 国外这样的看法 或是一些学界也好 这样的给我们 这样的平息 您觉得公平吗 对于我们训练 真的有所 硬体当然是固定的 不要摔 能够妥善率维持 那就硬体是固定的 那新的武器 或新的改良 升级案 能够建案 能够建制 而且真的实施 当然就提升了 但软体呢 所以刚才 很多委员在提到 因为我们目前的 国防的环境 整个空域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在 未来的军事采购案里面 包含军售项目之一 我们现在还是运用 美军的陆核基地 做总能教官的训练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在那边的表现 各方面的成效 这个都是不错的 这些总能回来 我们带动我们国内 自己本身的训练 我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外相机我们也有 这方面 提升我们自己飞行技术 我说重点 你会觉得这样不大公平 就对 所以我们的软体的数值 包括人员的训练还是挺好的 我认为这个报导是 跟事实是有差距的 有差距的 好 那我请问你 这个 F5 是不是全年后务的战机 F5 是 是全年后务的战机 那么 您觉得 需要 做升级的 我们现在讲 F6 可是F5都没有升级 现在F5 连GPS都没有 所以日前 有媒体 报导说 发生那样的事情 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 但硬体 有没有办法再提升 至少怎么样能够 保障飞行的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保障飞行的安全 你F5还要继续使用一段时间 是 有没有能够我们自己做得到 或是说 能够 这个 假借外力的 能借助外力的 县委员报告 这一次 冻913 发生这架飞机 这架飞机是 经过武汉计划提升的 就是这架飞机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执照机 是跟新加坡这个宇航 对啦 对啦 我知道 它具备的性能全都有 刚刚讲 它是一个全功能 你这样这样 大家就更担心了 提升之后 还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问题 就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要查出来 多久会查 现在专业小组在查 那 估计有多少架 还要再做提升 还要需要 做怎么样的注意 因为现在F5 因为有一些 你这样子 我们要怎么讲 灌碎软体 心有不忍 灌碎硬体 你说已经提升了 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们怎么办 这个部分 我们会做全面的检讨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 这些问题 我们都会有很深切的去检查 因为大家其实 这个感情 我们去讲 或者说 舆论 就是大家讲 人死不能复生 何必去怪罪这个事情 可是事情发生了 你的职责是在于 避免这个事情再次发生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到底 是提升的部分 还有些 还有些 还有些要精进 还是 这个航 站管的问题 那还是说 这个 这个飞行员有 有怎么样子 避免再去做 避免有 有 有 这个训练上有 都列入专案调查小组的 调查项目之一 你调查不能遥遥无奇啊 当然不会 所以会怎样 所以会很快的向大家公布 好 很快的 是 说两个礼拜算不算快 两个礼拜 就他们专案调查 两个礼拜不会出来的 因为现在飞机 整个开在那个山里面 我知道 我们要给时间 是 但是你们要给我们成绩 是 给我们成果 是 好 谢谢部长 谢谢